這樣把它吞進去 吞進去 翻過來 我們家蚵仔煎好吃 就來吃個翻煎 因為它旁邊有一邊是脆脆的 不是說是補煎 然後放菜 它是脆 現在是翻的時候 一般是 就是還沒翻一些 對 再翻一些 每個地方做多貴 你再翻回來 再翻回來 先推動 然後先離鍋 再翻 Victor 你可以去賣窩煎 對啊 可以 現在最難是翻面 產生一點 還翻 還翻 要吐在盤子上面 我試看看 來 盤子把它粗粗的 粗粗的 粗粗的 對 莎莎你不錯 對啊 老闆都說會對啊 蚵仔煎 蚵仔煎 都吃過 但絕對沒吃過 來 請給各位 歡迎蚵仔煎達人 洪老闆 屎老闆 歡迎老闆 來 做這個 做花煎做多久了 13年 13年了 13年了 現在要幫我們來操作這個 好吃的內容 跟他們的醬 粉漿有關係 還有它醬料很重要 對不對 側條 做慢一點 記得那個 來 請看示範 來 好 蚵仔 先放蚵仔 有算幾粒嗎 一百 一百 大小可以你看一下 對 有 要放在蚵仔中間 有 要放在蚵仔中間 蚵仔 蚵仔 油 這吃肉油的香 吃香 肉油 那是豬油 豬油 我們不是用沙拉油 我們要從中間下去 要看 這都是技巧 台灣已經是Pancake 打蛋 我們這一攤好像 又快60年了 快60年了 傳承下來快60年了 再來換醬油 這個以前沒有看過 沒看過 看它比較少放醬油 沒看過 而且是蒜濃醬油 對 我會看 這裡面有一定的配方 然後把蛋 弄中間 打平 放這個 往中間推 但是要把它推破 要在蚵仔的上面 昨天要吃 它的蛋要爆到蚵仔 然後可以 分一分 先把它分出來 對 你們兩個誰誰比較厚 要這樣 要這樣會吃 對 現在做的人比較厚 拿到翻 它 蚵仔煎這個最好看 這個飯有技巧 你看 要拿一個盤子 這是要這樣 這樣 這樣把它吞進去 吞進去 吞進來 我們家蚵仔煎好吃 就在這個關鍵 因為它旁邊有一邊是脆脆的 不是說是補 然後放菜 那是菜 現在是翻的時候 一般是 就是還沒翻一些 對 每個地方做肉皮 你再再翻回來 再翻回來 什麼時候要翻 旁邊 旁邊有翹起來 好像很甜 旁邊有一點Crispy 你就可以翻了 旁邊有一點Crispy 這個推到的東西就可以翻了 來 我的蛋也香了 這個剛剛好 然後這兩面子 那個青菜一定要把它蓋進去 讓它才會噴熱 對 鏟上來 放在盤子上 鏟上剛剛好 然後醬 來 我們好反負責醬 你喜歡吃什麼 還可以 你們就蚵仔煎有賣還有其他的嗎 蝦仁煎 蝦仁煎蛋煎 蝦仁煎也好 有雙蛋煎對不對 有 現在蛋櫃不賣 很清楚 很清楚 平常營業是 明白 明白了 看得很清楚 好 換中間 好 換中間 很好 淋的時候好像也有技巧對不對 對 什麼技巧 它就是慢慢弄 才不會一次都流出來 對 中間混蛋要補起來 要補起來 補好補滿這樣 對 蛋就放在盤子上 放在盤子上 換中間 換掉 滑掉等一下再拉回來就好了 滑掉再補回去就好了 這樣蛋就打碎這樣子 對 醬油 等一下 這樣有喝過的 阿的喝過這個 但很新鮮,喝過 它也都會太鹹的 有時候大家在夜市看的時候 看老闆弄好,很簡單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不簡單 感覺很好用 我就要自己用 因為我就喜歡玩 我就說了 我比較過程就是玩 好好玩 很大分 好了 莎莎差不多告一段了 因為他不會翻 到底要Vicor翻 沒有 感覺莎莎快沒耐性了 不會了 這邊 先推動 然後先離鍋 對,翻 Vicor,你可以去賣窩間 對啊 可以,試看看 現在應該最難是翻面 鏟深一點 還拚骨 你要吐在盤子上面 我試看看 我試看看 來 鏟子把它粗粗的 把它粗進去 粗粗的 粗粗的 對 莎莎,你不錯耶 對 對啊 老闆就說會對啊 這樣感覺五個好像都不一樣大 不行 平衡有大 它賣了十幾年 它才看十分鐘 等這邊先換 你 你 你怎麼這樣 你 一、二、三 過 OK 漂亮 這個還不錯哦 把菜把它放進去 它拖廠給這樣翻不開 它拖廠給這樣翻不開 拖廠要像拿筆這樣子 它這樣翻不開 不是,那個是要習慣而已 要習慣 對,他的想法 做十三年才可以吧 越翻越好 感覺你們這個 不 比較乾一點 是不是要補一點油 如果今天賣一個烏克蘭紅包煎 應該滿厲害的 對 賣烏克蘭紅包煎 好 好,雞個 漂亮 這個比較厚 我沒有問題 這個也要翻 這個不用翻了 你這樣翻來就好了 不用翻 不用放 金菜在底下 好,我翻了 稍微翻,你很會翻耶 可以 來 OK OK 那夏天這樣子熱得不得了吧 那個燈子很熱 所以,來 台灣小吃都很辛苦 非常刻意 第二份 你們兩個默契也很好 弄完這樣 但是接的是這麼想去接 怕被罵 翻成 漂亮 OK 可以啦 外國人這樣第一支做很厲害 很棒 很棒 掌聲鼓勵一下 好 好